那些让演员差点丧命的镜头 约翰尼德普在拍摄独行侠时 有大量骑马的镜头 在拍摄其中一部分镜头时 他不小心失误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紧随而来的马蹄 差一点就踩到了他的脖子 整个剧组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杰森斯·丹森在吉米秀中说 在拍摄《赶死队3》的时候 他驾驶的汽车刹车失灵 连人带车直接冲进了海里 但他毕竟当年也是国家级跳水运动员 凭借着过硬的心理素质和高超的技术 从车中逃脱游出了水面 然后他就看到了史上堪位最高的救援队 史太龙带着一帮硬汉 在岸边正准备救人呢 成龙的职业生涯中 有十余次差点丧命的经历 我是谁跳大楼 A计划跳钟楼 龙兄虎弟跳热气球 警察过时跳商场等等等等 毕竟成龙大哥是一个被保险业拉黑的男人 在《惊贴魔道团》电影的开头部分 艾丽菲尘扮演的女魔术师 上演了一场水香逃生的表演 但事实上这个镜头差点要了他的命 当时链子被卡住的他溺水了 但现场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演技精湛 外幸他在最后一秒 打开了快速放水的闸门 才保住了小命